你說有三種同事 讓你類型讓你最討厭喔 對第一個就是我說的雙面人 因為剛剛我們廣告時間 有討論過 我們很常就是被那種 就是不同國籍的前輩們 就說你今天啊 慢著做啊沒有關係 然後他會把一些就是 座商長可能告知他的 information 然後沒有轉達給我們 以至於讓我們可能在事情上面 會出錯這是第一種 然後事後才跟那個座商長講說 你知道那個人 他好像什麼事都不會做 那有一些新進的學妹 很常會吃這種虧 因為第一個可能語言上面 還不是那麼的流暢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其實像我們外籍組員 一台飛機上面可能只配兩個人 那就是後面廚房一個 中間廚房一個 那你等於呼 你就等於是沒有任何外援 只有你一個人 跟其他的外籍組員在一起 那你就等於是完全被孤立嘛 所以那information是 被孤立以後是很可怕的 所以他常常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讓大家都會背黑鍋 這種情況很普遍嗎 普遍 那我就跟大家講 以後我們如果做外籍航空公司 碰到台灣籍的空服員 我們要對他特別好一點 真的 比如說跟你說 鄭大哥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只剩那個雞肉飯 可不可以請你幫忙 那麻煩你就說 沒關係 那我就吃了 對不起 我碰很多次了 我不知道是怎麼看 比較好說話還是怎樣 常常來呢 我後來有一次說 我已經碰了好幾次你們都找我 為什麼不找貼 那上面有鼎泰翁 他就跟你講啊鼎泰翁沒了 要剩一份 這沒辦法 因為總是希望說 可以找人很nice的人的話 去尋求一些工作上面的協助嘛 是這樣子 那第二種人的話就是怕說 是遇到那種沒有禮貌的人 有一些人經過你身邊碰撞到你 也不會說對不起 同事嗎 同事 因為廚房是很狹小的 在飛機上的時候 因為狹小的空間 大家做時難免會有點碰撞 或者不小心弄到等等 那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說 連一句話都不說 曾經有發生過 比較嚴重的職業災害是 那個人他進廚房 那你也知道廚房的這個拉鍊 curtain的話都是關著嘛 要避免乘客看到 那他進廚房 他推著餐廁進廚房的時候呢 他沒有說 對不起餐廁要進來了 先打個招呼再推進來 那裡面是有人的 所以一是乎 他這樣子胖一聲就進去 就撞到人家學姐的腰 那學姐就當場受傷了 就站不起來啦 那這就是產生一個 比較大的職業傷害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很害怕就是 常常都說 你應該要先說一句話 那日文就說 声掛けます 就是你要先打聲招呼 你再做下一個動作 才能夠免職業災害 所以這個我們是一直都覺得說 沒有禮貌也是另外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 常常需要人家協助的時候呢 你請他幫忙 他就跟你說 我手上還有別的事情忙喔 然後咻一聲就不見了 真的是假裝沒聽到摸一摸 然後就出去廚房了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現在是怎麼樣呢 因為這件事情 本來是可以兩個人一起做 一起完成的 可是他卻不幫你